作词 李文勺 编曲 李文勺 录阱 李文勺 制作人 李文勺 bttt 录阙、软替 八方屁 十月流远 望烈江山 风之路 历史书轮 一剑若天莽 拍一张声 笑傲成尘 张之男儿 心胸气 赤差轻困 大长风 千香百许 大长风 千条重振 千金一诺 家库情深 万不穿起 封碑战春 红碑长春 大长风 千香百许 大长风 千条重振 千金一语诺 家库情深 万不穿起 封碑长春 封碑长春 大王辫上可以打昏军 下可以打逆臣 不过今天我想拿他打你 行不行啊 不行不行 这怎么能行呢 元帅 你想打我呀 就像年年死一只臭丑一样 打了就白打了 对不对啊 可是 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 你怎么舍得打我呢 是不是啊 什么 我不舍得打你 饶命啊 饶命啊 我可以饶了你 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 出征时所立的战功 都给我讲出来 你要是讲实话 我饶你不死 你要是不讲实话 我就用这打王鞭 取你的脑袋 我说 我说 我说啊 快说 我说 我说 我说什么呀 我 我 我说 怕你不说 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 那城上的一片形势 我看得一清二楚 你不说也不行啊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 都是我的女婿何宗献立的 什么 那是狗戌 狗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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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 说 那些功是不是应孟贤臣 薛人贵立的 你 你都知道了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我 我 我把它藏在 说 我把它藏在 我 我 我把它藏在 潜影的火头军里了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你明天就把薛人贵 和他的火头军 全部带去面胜 你 是 是 是 还不快滚 是 是 我滚 我滚 爹 爹 爹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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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父 多谢岳父救命大恩 请受小叙一拜 现在是要你救我的命 岳父 您在说什么 爹 元帅不是叫你去报功吗 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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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假的 他把我骗进那个大坑 他问我 他举起那个大王鞭 要打死我 他问我 出人以来是谁立的功 他还问我 薛人贵在不在营中 岳父 那你都说了 我能不说吗 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那元帅 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他说要我明天 带着薛人贵和火头军 一起去面胜 爹 那这下全完了 我们爷儿几个 谁也活不成了呀 是啊 这还有你说吗 纵线哪 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 你说该怎么办哪 哎呦 连他也没办法了 完了完了 有了 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呀 我管得完 我也是 能不能给你 作人 作人 给你 因为 你 我 好 我不 遇到 你 想说 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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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已经这么晚了 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 我们随机应变吧 那不是元帅吗公主 是啊 我们去看看 好 驾 这不是朝阳公主吗 怎么这么巧在这碰上了 就是啊元帅 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你有所不知啊 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薛仁贵 到底谁是薛仁贵啊 薛仁贵就是薛礼啊 薛礼就是薛仁贵 哎 薛礼还不止是薛仁贵呢 他还是皇上的硬梦贤臣呢 啊 硬梦贤臣 不是 不是硬梦反臣吗 哎呀 别瞎说 哎呀 哎呀 张氏礼这个小人哪 我动用了大王鞭 他的全部招出来 哦 原来是这样 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啊 嗯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 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这不明天哪 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 上朝面圣呢 哎 你是不是要进城啊 咱们一块走吧 嗯 不了元帅 我还是去找薛仁贵 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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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马上马上来来来来 来来来 先读先读 马上马上 薛礼啊 够不够啊 不够我再命他们去拿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 多谢总爷的酒水 谢谢总爷 好好好 继续继续 哎 哎 哎 hur 他来吧 哈哈哈 哎 来 哎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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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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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没亲眼看到你 带着病杀了安达尔 他拿着那个鞭呢 非得让我带着你 和你的兄弟们 到他的营里去 交给他发落 来来来 该怎么办呢 总爷 把我交出去没关系 我心甘情愿 可我这帮兄弟们 是啊 谁说不是呢 我一想到这儿啊 我的心就揪碎了 是不是 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 不但你活不成 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 对不对啊 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 有一个牌网 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总爷请说 你呀 先把他们藏起来 躲几天 我听说呀 军事大人他为人很好 我去求求他 也许他呢 能在皇上面前 替你们求求情 免去你们的罪行啊 现在 要不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行 总爷 就请总爷安排 那好 那好 咱们既然不说远话 是不是 你们那就跟着我去天前谷 我那儿啊 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 什么都有啊 你们等我个餐五天 我把外面的事情 全部弄好以后呢 我再回来接你们 好不好 大哥 咱们不赌 咱们为什么要走啊 先不说皇上 先说那个元帅吧 他为什么总缠着你 跟你过不去呢 你跟他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他为什么呢 对啊 大哥 大哥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 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他不讲理的话 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对啊 你也可以问问皇上 谁能不做梦啊 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是啊 大哥 你仔细考虑心头 行了 总爷 听你的 你安排吧 那好好听我的 你们都听我的是吧 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 快去收拾吧 宗仙的 我们走吧 是 你们慢慢收拾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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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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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没有 我们就把这个 啊 这 我们就前面 这 我们就 这个 这样 这 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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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李啊 前面就是天前古了 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 赶快进去吧 快去快去 总爷 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千万不可进去妄动啊 过来天呢 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放心 我们进去了 好好 兄弟们 进去了 快进去吧 走 赶快进去吧 快去快去 看到了吗 这个山谷的低星像个葫芦头啊 别瞎说了 走吧 走吧 总监啊 赶快把东库堵上 是 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这个地方我来过 如果洞口堵死的话 那么就只有谷顶 出了谷顶 就没有逃生之路了 如果在火宫的话 那就九死一生了 那怎么办 你在这儿看见他们 我去去就来 大哥 这个地方 这儿怎么了 你瞧 有吃有喝的 你还要怎么样 这个地方啊 我看是老头上树 有点悬啊 哎呀 我说周青 我看你太多疑了 大哥 不是我多疑 我多说两句 你可别怪我啊 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 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周青说的对 你们看这个地方 进出就只有这个口 四面都是悬崖峭壁 如果这个口出事的话 咱们想飞都飞不出去啊 哎 我看不会有事的 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嘛 对吧 大哥 你就真的相信张世贵说的那个 一问反臣的事吗 哎 别提这事了 我他妈听了就觉得冤 大哥 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吗 我认为啊 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吧大哥 这不是小事情 对于皇上来说 我是犯了欺君之罪 弄不好是要砍头的 这砍头我倒不怕 但是牵扯到这么多兄弟 我就不愿意了 我相信有朝一日 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兄弟们 我们先忍耐一下吧 哎 隔几个你们先吃着 我进帐篷看看 哎 大哥 大哥 嗯 嗯 嗯 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嗯 我也走了 哎 那算了 不吃了走 嗯 如果我可以冤架 他还不吃了 一顿 这就不吃了 你来不吃了 我很厉害 我的话 我来一格 别都要招待 而且我先去 是 还停 我 你 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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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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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哥 周大哥 朝大 徐大哥 周大哥 徐大哥 徐大哥 你没事吧 公主 你怎么来了 我是跟着张尸棍来的 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 就找到你们了 是吗 徐大哥 你没事吧 来来 慢点 还死不了 大家都没事吧 没事没事 大哥 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吧 对啊 大哥 好 大家随我来 公主 随我来 走走走 快 徐大哥 你在想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张尸棍要这么对我 对了 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 他说用打王鞭逼张尸棍招供 他供出 你就是圣主要找的 一梦闲尘 一梦闲尘 那 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 当然不是了 张尸棍这个混蛋 他骗了我这么久 害了我这么久 他还要追杀我 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薛大哥 我虽然没有徐军师那么大智大会 不过要猜的话 道理也很简单 你是圣主的应盟贤臣 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 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 张尸棍阻止你面见圣主 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朕没有想到 我们大唐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薛大哥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不值得被这种人动气 仙徒说得对 我生也是薛仁贵 死也是薛仁贵 我就不该听信张尸棍的谗言 躲在火头军里面 我真是太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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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你带着火头军 把铁士文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 连凤凰城都攻下了 还说自己没用呢 好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 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 你跟他们整理一下 等我一回凤凰城 朝见圣主 你呀 躲藏的日子 就会告一段落了 谢谢你啊 靖德 张尸棍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皇上 一定会 我看不见的 我说三哥 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我说的是事实啊 又让你给算出来了吧 大老黑 军师这样说你 你也能忍哪 要是我 我早就不能忍了 你来捣什么乱哪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吗 我 我还赌什么赌 赌两次我都输了 你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那那 那赌什么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我 大老黑啊 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 不跟他赌啊 好 赌就赌 好了 好了 徐王兄 朕要早点见到薛仁贵 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张世贵 你不是答应靖德说 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怎么知你一人前来呢 皇上 您有所不知啊 我之所以一个人 那是因为 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 啊 哎 张世贵 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啊 元帅 我没有啊 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哪 我 我 我 打你啊 打你 这什么你啊 不得无礼 张世贵 何以有口难辩 说来听听 皇上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 他逼我叫出薛仁贵 就像现在这样 所以我答应您 那是被逼出来的 啊 你再乱说 我要让人 你看 你看 启作皇上 老臣有话要说 讲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 没有证人在 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 已是难以解开啊 现在战况比较紧急 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 赶往三江越虎城 不给铁士文 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同时也是给他一次 戴罪立功的机会 皇上 意下如何啊 好 就按军师的意思办 张世贵 臣在 朕命你带领你的十万人马 火速赶往三江越虎城 不得游 臣遵旨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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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 臣 臣 臣 葛 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 会有女人喜欢吗 我怎么知道 我也不是女人 你 你 你不是女人 难道你是男人 我是女孩 不是女人了 那有什么区别啊 当然有区别了 女人呢 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 我们女孩呢 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这么说来 是有点区别啊 对了 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讨厌 有什么不能说的 说说嘛 柳青 你来看 哇 这么多吃的 秦霸 你是不是又去偷 什么呀 这是人家送的 这 我才不相信呢 吃不吃 不吃我拿走了 别拿走啊 放下 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 都是一样的 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没啊 好啊 彩儿 你呢 不跟你说了 着信 过来 我先走了 你 我先走了 我想走了 你 我先走了 你 你 我先走了 我去 你 我找你 你 你 我去 你 驾 走 驾 驾 驾 徐大哥 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应该够的 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 饭量可大了 这边还有 这里也还有 别动 那有毒的 是吗 你怎么知道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 所以知道点 是不是跟李靖师傅 有十一的时候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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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 方可自保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我是赵阳公主 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公主来得真不巧 我们军师正随皇上 去了三江岳虎城 什么 去了三江岳虎城 张爱卿 臣在 我去见皇上 我去见皇上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岳虎城 是谁的功劳啊 回皇上 是我的姑爷何宗县 走马夺取了三江岳虎城 把帛琉的铁士门给赶跑了 好啊 小青家何宗县功劳不小啊 好 等再过几日 朕一定要元帅 报 起奏皇上 黑风官狮子口 请皇上过目 承上来 徐王兄 这黑风官镇守战船的主将 突然病逝 副帅不敢代理 要求朝廷速派主将 你看 此事该如何呀 皇上 以臣着见 还是暂顾燃眉之急 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 最好能派一名能功灌战之将 前去接任 老臣观察到 一路之上 蒋官夺债 都是先锋官张诗贵 与他的爱婿何宗县 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是 准奏 张先锋 臣在 朕命你即刻率领一万人马 火速赶到黑风官镇守战船 不得有误 臣遵旨 臣遵旨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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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去 放上去 我们中计了 什么 中计了 长路上站立的可是小唐统李世民 你中了我的空城计了 现在内无粮草 外无救兵 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 马上写下详书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如若不然 我一生令下四灭攻城 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 到时候 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何去何从 任凭你挑 大元帅 我必须被你困在城里 插翅难逃 何必这么着急呢 给我七日之息 我把降书送出城去 你看如何 我知道 你能代表你的皇上 好 我等你七日 那么第八日 我来取降书 你若言而无信 我就大举进攻 要你御石俱焚 好好好 我徐宝宫说话算话 好 一言为定 回营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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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徐王兄 你怎么能答应七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皇上 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你 皇上 我想二轮元神应该到了 让我杀出去 与他会合 前来解救围城之困呢 让我说老成 你看下边那么多人 你根本杀不出去 行了 你就别管他 我有办法 不行不行 好了 既然承王兄他有办法 那就让他试试吧 哎呀 承王兄啊 要多加小心 皇上 你就放心吧 我老成服打命打造回他 行了 好 千岁 公主啊 这么巧啊 你也在这儿 千岁 我是专程而来的 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公主请说 我想见圣主 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半万岁 平身 谢万岁 公主此次前来 所为何事啊 我已经找到轩人贵了 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那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我想 承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 承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 以解我被围之困难 我想这样 我跟承老千岁兵分两路 我将地形图画给承老千岁 让他去请薛仁贵 我去请二路元帅 因为薄辽一带 地形我还比较熟 徐王兄 你看如何 他病了 正在养病 我给忘了 那么好 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谢圣主 公主啊 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门的弟弟铁石墨 我知道这个人 他的武功比铁石门差远了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公主 咱们兴军打仗的 不光靠泳子当前吧 咱得有勇有谋 这方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 不跟你贫嘴了 公主 好 咱们哪 也准备出发吧 哪里跑 这儿 铁石墨 我在这儿 这儿 铁石墨 来追我呀 这儿 铁石墨 我在这儿 我在这里 铁石墨 这儿 怎么前面没有山哪 会不会搞错了 老伯 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不 这里是凤凰山北面 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老伯 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我帮你看看 谢谢老伯 地图拿烦了 这么拿 天仙国 对 就是天仙国 老伯 你呀 走过头了 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 看见山就是了 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谷城了 对啊 骆头 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 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说吧 其实关于二鲁元帅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二鲁元帅 应该由你来当 怎么这么说啊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 李建山像是吃了药死的 突发神异的 否则你定能赢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二鲁元帅 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我们两兄弟 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话可不是这么说 我在和李建山比武时 就赢不了他 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 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 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 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 美的你 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 天牛 我不像他一样贬你 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 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 他就会三招 打完了就跑 我才不学他呢 下次我见到他 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 看你是两道板斧 还是三道板斧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 乖乖 我说的是事实 前面就是了 快走 驾 驾 都跟上啊 皇上 臣以前也主张死守 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 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 杀出一条血路来 靖德 我们已经忍了五天了 最多再忍两天 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 就算战死沙场 也总比在这儿渴死饿死强吧 你再忍忍吧 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 我们去看看他 皇上驾到 三哥 皇上来看你来了 徐王兄 徐王兄 不必行礼 好些了吗 皇上 恕老臣失礼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三哥 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 你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啊 都有我呢 多谢多谢先帝啊 三哥 三哥 靖德 随我来 好 徐医 我要你实话告诉我 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恕臣直言 徐公的病 危呀 臣翻看了很多艺术 都毫无办法呀 你要是一步好他 我要了你的命 靖德 不要粗鲁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 但不敢是啊 什么办法 臣查到一个古方 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什么龙须之灰 一派胡言 所以这个方 臣不敢开啊 这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靖德 你急什么呀 急也没有用啊 皇上 好了 不要多说了 朕是这么想 朕就是龙 朕的胡须 那当然就是龙须了 来人哪 拿刀来 皇上 您 您要做什么 朕要割下胡须 给徐王兄和药吞服 皇上 您乃万金之躯 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皇上 您的龙须不能割啊 靖德 难道您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我当然想救 可是 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朕意已决 朕也是感恩徐王兄 跟随朕南征北讨 才落下了这身救病 如今割着点胡须 又算得了什么呢 皇上 好了 你等吴须再奏 谁人再奏 力战不饶 无论 红小桀 跑向空中 美的心思 谁能懂 心儿多少 笑脸痛哄 心上的人儿你刻在这人群中 红袖球 在哥哥手中 风吹大 不放松 哥哥有情 美美有意 相知 相爱 在一起心相拥 心上有 花小球 好像空中 心上的人儿你永远来相逢 黄袖球 在哥哥手中 哥哥有情 美有意 相知 相爱 心相拥 相知 相爱 心相拥 相爱 心相拥 相爱 心相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